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联合国家共同职 中方始终认为 早日停火指战 寻求政治解决 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中方一贯主张 对话谈判 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唯一可行出路 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致力于劝和促谈 中方将继续站在和平和对话一边 支持国际社会 汇聚更多共识 共同寻找政治解决危机的 切实可行途径 中方祝贺维内威拉 顺利举行总统选举 祝贺马杜罗总统 顺利圣险连任 中美是相互支持的 好朋友 好伙伴 今年是中美建交五十周年 中方高度重视中美关系的发展 运动伟方一道努力 不断丰富 中美全天后 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互利共赢是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 加征关税是典型的保护主义行为 不利于欧盟的绿色转型 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通过对话协商 突出分歧 符合中欧的共同利益 你刚才还提到了中意的经贸合作 我想强调的是 中意的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贸易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实实在在汇集了两国的人民 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 中意两国更要加强经贸合作 为两国发展注入更多的动力 中方一贯认为 国与国之间的合作 及地区倡议 都应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 稳定与繁荣 而不是拼凑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损害地区国家的互信与合作 美日印澳四边机制 嘴上唱着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的高调 干的却是人为制造紧张 煽动对立对抗 遏制他国发展的事 与求和平 谋发展 促合作 图繁荣的亚太的大事 背道而驰 注定不得人心 中方坚定不移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坚持同直接当事国 通过对话协商 妥处双边的涉海问题 个别域外国家 频繁地派遣先进的军机 军舰到南海炫耀武力 制造紧张 并编织形形色色的小圈子 在地区制造分裂 挑动对抗 已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 最大威胁和挑战 金砖成员 始终以真诚的态度 回应各方的期待 以务实的行动 推动相关的进程 我们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参与到金砖合作中来 共同推动国际秩序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日美口口声声要促进地区和平安全 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实则拉帮结伙 搞小圈子 操弄集团政治 制造阵营对抗 这些行径才是地区和平 安全与稳定 面临的真正挑战 日美还一再图谋强化 延伸威慑 对于冷战的产物 谋求所谓的核恶之力 势必加剧地区的紧张 引发核扩散与核冲突的风险 台湾 香港 新疆 西藏问题 纯属中国内政 不如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各位记者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欢迎出席外交部必须请会